香港美国商会周三发布题为市区市流的调查报告 内容涉及商会会员对目前香港营商环境、政治和社会的信任度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在受访会员中 有42%的美国会员表示计划离开香港 而在回答选择离开的原因时 有62%的人表示对国安法的实施感到不安 49%担心疫情影响回国和探亲 42%的人表示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 36%担心国安法实施后影响子女教育素质 报告还指出计划离开的会员中 48%打算在3至5年内撤离 15%计划在今年底离开 10%受访者打算今年夏季前离开 更有3%会员有意立刻离开香港 新唐记者综合报道